新冠病毒至今无药可解 目前大家能够做的就是竭尽所能的阻断社区传播链 为此马来亚铁道公司砸大钱买下了温度扫描头盔 巡逻检测乘客的体温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 自疫情爆发以来测量体温 洗手消毒 扫描登记 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 但防疫工作永远不嫌多 马来亚铁道公司正式启用一款 可以用来测量乘客体温的高科技智能头盔 让工作人员在巡逻列车时 可以更有效地监测到出现病症的乘客 我们使用了在最主要站的区域 从两个部门 这一顶搭载高科技的温度扫描头盔 价格不菲 每一顶要价5万令吉 一旦侦测到乘客体温超过摄氏38度 头盔到护目镜就会发出警告 提醒巡逻队立刻采取对应行动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